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辆小轿车撞到电线杆后才停了下来 附近商铺和市民也被质疑异常的行为惊讶到了 纷纷上前查看蓝色轿车驾驶员看到自己的爱车被挂蹭后 连忙跑上前去追问说法并报了警民警接到报警后 迅速赶到现场 当时现场已经聚集了很多群众 群众和银白色小轿车驾驶员发生争执情绪十分激动 民警立即将驾驶员与围观市民隔开避免矛盾升级 随后在与驾驶员的交流过程中发现 这名驾驶员说话 与无伦次身上含有股酒气 为了进一步调查 民警将涉事人员带回了派出所 并要求男子进行呼气室酒精测试 但男子非常抗拒执勤民警 将男子带至医院进行抽血检测 同时经民警进一步调查得知 该名驾驶员新潭中午和朋友 在与驾驶街上喝酒后 抱着侥幸心理开车回家 在半路发生的监控视频里出现的危险场景 目前民警扣留了醉驾照 是男子谭某的驾驶证行驶正期血液已被警方送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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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